醫院急診忙進忙出 美國超過100萬人確診COVID-19 面對止不住的疫情 總統川普再度把矛頭指向別人 美國境內最嚴重的紐約州 近30萬人確診 消防人員用電吉他 彈奏國歌向醫護人員致謝 為了降低疫情擴大風險 州長不但宣布取消民主黨內 總統初選 原定5月中到期的禁足令 也會有變數 所以我們想要不停止 15月15日 是當時停止的規定 在州長大廈 我會在州長大廈延伸 在各個地方 另一個重災區路易斯安那州 禁足令同樣也得再延長兩週 我們只是不適合規定的規定 所以今天我預告 我們將會延伸住住家的規定 會延伸到週末 至15月15日 儘管部分地區防疫成果沒有達標 州長表示疫情有減緩的趨勢 預計5月16日就能放寬限制 讓民眾生活恢復正軌 大愛新聞 黃靖靖編譯 為民眾生活恢復 在地區區 為民眾生活恢復 競誕 為民眾生活恢復